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户想到就很气愤 还有人因此得了皮肤病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坦子区 这栋社区大楼 顶楼阳台架了好几个基地台 一旁的水塔在事发后也尚锁风起来 住户说69岁的灵性老翁不满大楼决意 移除放在他住家内的基地台 害他每个月损失了好几万的租金 居然跑到水塔洗澡上厕所泄愤 还长达一年 感觉到要担罚了 要把工作 很少啊 这让人怎么继续跟他当园去 实际来到老翁住的七楼 家里没人在 住户说当时大家发现 水老是有臭味却查不到原因 后来装上了监视器 才发现居然是其中一名住户 做出来的荒唐事 把水值送宴 安淡含量超标 气得报警提告 台中地院最后依妨害公众饮用水罪 判处老翁一年八个月 另外恐吓汗毁损器物 可一颗罚金十六万 散新闻超盛章方品文 S1小组台中采访报道